4. 天空 4. 天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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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 來到機場的貴賓室一定要來吃吃喝喝一下囉 我們要進去裡面裡面有很多中式料理西式料理 所以我們要進去裡面享受一下吧 今天是禮拜一 禮拜一是我們的休假日 然後呢我每一次出國的時候都會選擇禮拜一出發 是因為盡量不影響我的工作 除了平常要認真的工作之外 我出國呢其實也不是只是玩而已 是有工作的 什麼樣的工作呢 你先吃一口麵好不好 好吃好吃 這一趟呢就是我今年已經是第七趟飛出國了 雖然中間都是有去其他的國家 那這一次的話我們要是前往深圳 好熱啊 這邊的天氣太熱了 然後人也好多啊 然後我們現在在等我們的計程車過來 坐車坐了一個小時多快兩個小時才到我們的目的地 然後現在到了我們要住的商務酒店 我們每一次出差來到外面去工作的時候 我們所住的每一個飯店呢都非常的樸實又親民 它不是什麼樣的高級大酒店 所以呢等一下給大家看的時候請他要不要失望好嗎 這一個晚上才台幣七百塊而已 因為我們也就是算是過境吧 然後就是住一晚我們明天就要離開這個鎮了 然後也要跟我們的好朋友見面 來這邊 欸還不錯 它還有感應的我覺得還不錯 進來一下 還不錯喔 欸兩個單人茶 哇它還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屏幕 晚上我可以看奧運的 那我們來看廁所 乾濕分離 洗髮精跟日圓 我今天是住在五樓 好像是他們的頂樓了 哇 好樸實的地方喔 很不錯 就是我每次來出差的時候 都可以看到一些我在台灣所看不到的 哇來到這個園子 彷彿像仙境一樣 就是我們好朋友在中國最美的鎮上 清晰鎮開了一個園子 他們賣的是故事 賣的是食物 賣的是一切生活的美好跟環境 有點像巴厘島的感覺欸 在這樣的地方吃牛排有多麼酷呢 今天因為我們來特別招待我們 所以今天我們包場啦 整個園子讓人覺得非常舒服 是一個沒有蚊子的園子喔 好好吃喔 北韓的酷菜 算超鮮竹 超鮮竹 超鮮竹 我人生第一次吃這種 超鮮好好吃喔 我要不是開這個店 我人生第一次吃戰斧牛排欸 戰斧牛排有什麼 什麼叫做戰斧牛排 東北五常大米 收完以後的稻草 我用稻草做火製 就是燒過 就是稻草 然後讓它表面變焦化 這叫怕媽的效果 然後讓汁水全部鎖在裡面 我今天做的酒店就有不一樣 你看 還有專門人幫我服務 我跟昨天差這個了吧 這一間酒店應該是五星級的 因為這一間是有游泳池的 開箱 哇 今天入住的飯店 外面的幾色 很舒服 哇 還有全身進 很少飯店有這樣子全身進的 我真的覺得非常非常的好 這是飯店的游泳池 今天我們朋友帶我們來吃 曲家鮮燒牛肉 聽說很厲害 哇塞 這個裝潢非常的特別 而且很復古的感覺 聽說是網紅店唷 進來瞧瞧 好 我們在沙井區這裡呢 好像就是像台灣銅甲夜市的感覺 什麼都有能吃 路邊攤也很多 一出來就整個被香到快燻到 眼睛快打不開了啦 然後剛剛又吃那個火鍋 真的覺得還蠻好吃的 知道嘴巴都走起來 大排檔 感覺很厲害喔 因為這邊天氣太熱了 所以呢 它有一個免費的雪糕 蠻吸引我的 所以呢 我現在要進去裡面點餐了 實在天氣太熱了 我無法點掉太多太多東西 所以我等等先點一個這個花獎 以及這個大腸頭 來試試看 試看看這個 海鮮 很新鮮 不知道吃看看是搞什麼 大腸 很Q 好吃 我要吃囉 蒜蓉粉絲 散費 很好吃耶 我要來吃雪糕了 我要來吃雪糕了 好舒服喔 天氣熱就是要吃冰 這是登喜路飯店 我準備要去吃他們當地 聽說很有名的茶餐廳 到了 星保餐廳 我要進去吃中餐了 哇 剛剛翻了一大堆之後呢 我選擇了 我選了一個這個麵包 甜的 然後以及這個鹹的 都來了 你看 好香喔 而且它味道有點會 會動的感覺 滴下來了 然後上面這個寶呢 它是冰 它是又冰又熱的感覺 然後這一個 我的麵食 哇 有牛奶跑出來耶 然後這樣沾著吃 很好吃而且不會太乾 其實我很害怕吃麵包是因為覺得太乾 結果沒想到 這個口味讓我覺得 非常的貼心 然後它就是看起來是像乾的 或者是要把它倒進去變成湯麵可以 但我今天想試看看就是把它倒進去之後變湯的湯會變成怎樣 它就變成是 湯麵而已 呵呵呵呵 先吃它的肉 嗯很嫩 而且是很燙的耶 它不是像有一些可能不是現煮的 它這個完全全部都是現煮的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新鮮 嗯這麵 很軟沒有像之前我吃的那種公仔麵乾乾的那種感覺 哇他們生意超好的 這些全部都是外帶的 我真的蠻推薦這一間餐品 真的還蠻好吃的 這個飯店住了兩天 我們五天四夜我要跑兩個城市 三個城鎮 準備要換下一個飯店啦 拜拜 現在就入住我們第三個酒店 這是在深圳的最後一晚 這算是過境酒店就是一個很簡單一個酒店 然後它離機場大概15分鐘就到了 跟昨天住的我差很多 好啦我們每次都這樣留室看看這個床 然後我們還可以住在這裡 這裡是網紅一條街 然後他們現在在架設等一下很多的網紅都會在這裡表演他們自己啊 然後它這個就是一個好像一個經紀公司 然後它會有主播然後發抖音啊等等 啊你看它這個音樂有沒有讓你覺得 跟我一起來去看網紅喔 哇 器具都好專業啊 啊 啊 有錢有事 謝謝 我們進來西華宮 然後這裡面有點像夜市的感覺 它琳琅滿目的東西都很多 看這個麥克風 攜帶型人 如果說我們去露營的時候就可以這樣 這樣子 就是想要叫人也可以很方便 我覺得攜帶很方便 我覺得攜帶很方便 我跟大家說這也不只有賣手機的東西 這還要賣這種手持的吸塵器 它可以攜哪裡 嗯 車上啦 還有這個很像Dyson的離子夾 哇超方便的 對 這裡好大聲啊 你看呸哩啪啪啦 呸哩啪啪啦 有一大堆聲音 就是我們台灣的朋友 住在深圳 二十年了 他帶我們來逛這個 東門 好熱鬧喔 這是我們今天 東門之行 剛剛從最熱的天氣到 太陽已經快下山了 還沒有繞完整個城 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他這裡比琳琅滿目的東西非常多 還有到處都有網紅可以看 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条街 很重义的一个一条街 如果有来的话 都很值得大家可以来这边走走哦 这一次五天四夜呢 我们行程其实还蛮多的 因为五天要去到两个城市 三个乡镇是真的蛮不容易的 因为大陆他们的距离点跟点 其实是很远的 我们每一次搭车大概都要 1.5个小时 那他们一个城镇里面的人口 我大概查了一下就是 一个城镇的人口 大概都三十几万人口 就是差不多我们新竹市的人口 所以我觉得无法想象 他们到底有多大 那一个真正市 就已经有一千多万个人口 已经台湾的一半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去了两个城市 三个城镇会需要跟大家说明的原因 是因为其实它点跟点是很远的 我们几乎都是 不是在换饭店的路上 就是在换饭店中 其实就是都一直在路上 因为他们的点真的太远了 但必须我们一定要跑这么多点 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 我也希望在时间有限里面 去达到我们该有的效果 那这次来最重要的是 我要做我们自己的一个新的项目 很期待 我非常非常期待 然后我们还要到工厂去感受整个 那个温度的热 但是我觉得一切都会值得 我就是要趁着我年轻 还能够继续打拼的时候 我继续的往前 我不会让自己躺平 不会安逸 让自己能够继续往前的时候 加油 耶 现在是早上6点 我在深圳的机场 准备搭机回台湾 一回台湾之后呢 我会直接进店工作 准备去搭机咯 啊终于到台湾了 台湾天气也是好热啊 然后我每次来机场的时候 都是自己开车 我都会停在外围机场 这边的外围机场是 伟权 这边的工作人员服务态度非常好 希望大家可以来这边停车 然后呢我的信用卡 是用那个中国信托的商务卡 商务卡好用哦 等一下进店里面去上班咯 呃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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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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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